上个赛季骑士被勇士横扫之后,詹姆斯再次决定离开骑士加盟胡人。 起初媒体报道,未来詹姆斯将在费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条件。但是詹姆斯加盟之后,胡人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,原本的三巨头没有成功。詹姆斯这四年到底还能不能夺得冠军?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。 近日詹姆斯首次公开谈加盟胡人的一些感受和想法,胡人总裁、魔术师和总经理佩林恰起初与詹姆斯的交流过后,胡人管理层对詹姆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 最终能赢得詹姆斯加盟,除了魔术师的招募起到关键作用外,胡人豪门球队文化,以及胡人现在这一帮年轻球员的天赋,以及胡人的薪资情况,也成为重要因素。 詹姆斯在谈话内容中谈到了自己现在过得很开心,因为自己的在自己退役之前有机会加盟支冠军历史性的胡人,并且有机会和自己儿时的偶像魔术师合作了。 虽然他不再打球,但是能和他一起工作,并得到他的指导,相信会对詹姆斯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。 同时詹姆斯还说到了能在比赛做到,像魔术师一样的不传球看人,梦想着自己也能打出魔术师一样的收贪篮球。 虽然詹姆斯再次离开骑士,会再次受到各方的舆论压力,但是他认为今下的一切是加盟胡人的好机会,因为骑士目前问题太多,球队建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得了。 所以来到胡人重新开始,自己的夺冠之旅,胡人是一支冠军血统的球队。 詹姆斯来到这里,就是想帮助球队重新塑造冠军文化,成为胡人冠军文化的一部分。 而詹姆斯的生活中,不仅重视自己的篮球,詹姆斯还说到了他的基金会宣赠的IPROMISE学校,明天也将成为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。 这是一个来自于阿克伦南海的伟大梦想,有媒体曾粗略估算过,连流量都舍不得开的詹姆斯,在慈善上的投入,已经超过了两亿美元。 明天将会是重要的一天,很开心能看到这些孩子们,也很开心再次回到阿克伦,谢谢,让我们行动起来。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,詹姆斯作为联盟第一人的智慧,在有限的时间里,不仅要是自己的运动生涯取得成功,还得在商业价值上取得更好的商业收益,同时有能力的时候去做一些利于普通人和穷苦的孩子的公益活动。 不仅在NBA得到别人的认可,更是为后备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